我现在就画古城的高天明具这一块 画布下面喷一点水 提醒的话就别也是特别顺畅 我叫库尔班江乌拉姆 是喀什古城有画结力的一名画家 我现在主要创作的作品是我们喀什的古城 通过我的作品向别人介绍我的家乡 库尔班江从小就对画画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读初中时 因看到自己的老师在画布上挥洒着鲜艳的油画颜料 好奇心驱使下库尔班江接触到了油画 从此便打开了一扇新的艺术大门 他说油画的色彩是很强烈且浓郁的 喀什古城也是如此 从那时起他便梦想着能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心中的古城 我2006年搞上了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我继续学习油画 从小时候到现在已经学了24年了 很早以前我的绘画风格很规范的 冷就是冷 暖就是暖 后来我去三杂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西部小书命作 美术创作稿级演书版 后来以后我的对美术的观念 理念都卷变了很多 我的作品也有具象的元素 也有出向的元素 作品偏向于表现主义的 这为了表达出我对喀什古城的热爱 喀什古城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从古至今吸引了无数旅者和艺术家对此进行探秘 对库尔班江来说 古城不仅是家乡 更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 也是他心中永恒的主题 经过数十年的学习和研究 库尔班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他开始在画布上重现喀什古城的每一个角落 从繁忙的手工艺品市场到静谧的巷弄 从古老的维吾尔族民居到熙熙攘攘的网红达卡地 他的画作让每一个到访旅客都感受到了古城的历史沉淀和热情似火 我创作了差不多把贝豆腐作品 站着三分之二 全都是喀什古城的 也有喀什古城建筑 也有民族歌舞 也有传统文化 也有烟火集社等等 这些场景对我的影响很深刻 我画的时候也是非常愉快 拍摄之余 库尔班江邀请记者前往古城里共同采风 走在街巷内 库尔班江非常兴奋地向记者介绍所经之地的趣事 仿佛这里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如此生动 而他也用自己的坚持回馈家乡 2022年 库尔班江所创作的古城里的回忆系列 被收藏于国家民族画院 并成为其外聘画家 研究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